大家好,我是第四届学习者教练贝彩虹 我要感谢玉博乐讲堂主办万人学习者运动 也感谢张美香老师非常用心的授课 身为学习者教练,我要认真看待自己的声音 因为老师是全世界最应该了解自己声音的人 我一直以来都很欣赏声音有弹性 带有旋律感的人 接下来我要学会听见自己的声音 并好好用老师的五个方法去锻炼声音 尤其是老师说的声音上下楼 这次的教练培训 我鼓起勇气做第一次的教学示范 做了过后,我才深深了解到张美香老师说的 我到底要教会学生什么 从备课进入课堂,开始暖身做到教学立体化 我们都要很清楚了解,我们教了学生 他们可以解决什么问题 活学活用我们的五个感官 是我接下来感同游戏部分需要磨练的地方 在学习者思维,我对老师说的一句话特别深刻 故事定型就是你的品牌诞生了 我看见自己一步一步的成长 透过反思,我愿意对外做分享 分享一个喜悦,我在20多位伙伴面前 用自己在学习者教练之旅学习到的知识 好好输出去,得到鼓舞的反馈 以这份认可,让我更坚定的知道 这条学习者道路是要坚持下去的 谢谢大家